地表上最大的选举活动 印度大选19号正式开始投票 有资格的选民高达9.7亿人 投票时间长达6个礼拜 印度政府设置超过100万个投开票所 而且整个的选举费用 更是高达台币4670亿元 民众聚集在街道旁欢呼 而现任总理莫迪站在车上 对着民众挥手致意 试图竞争自己第三个任期 印度于19日展开地表规模最大的选举 今年首次投票的人数就高达18000人 开始超过100万间投票所 大选费用预计高达1.2兆卢比 大约是新台币4670亿元 几乎是上一次大选的两倍 民众也是倾巢而出 投票所外排满了等待投票的民众 准备投下自己贵重的一票 目前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 有望拿下多数席次 但今年莫迪本人加强偏袒 印度教族的政策 以及打压批评声浪 还有与大陆紧张关系 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等等问题 都备受选民关注 不过由于印度许多投票站 都位于偏远地区 地方选举官必须扛着心力 翻山越岭 才有办法令所有民众进行投票 记得张一安中文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